如果講到剛剛這個 所謂的李孟燕他的婚外情對象 這屬於一個教科書等級的聲明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屬於一個 教科書等級的翻車現場 而且一翻再翻 這個多爾滾的狀況在他的每一天的臉書上面 持續連載當中講的當然是陳佩琪 我要問一下我們淑慧議員 陳佩琪的最新發文 發牢騷也好 樂樂等也好 每次看到其實老講我已經快要失去耐心 要不是今天在開會的時候 討論到裡面的特殊幾個關鍵字 我才勉為其難的看下去 不然已經覺得好累好累 他有講到說對啦 他對於最近大家在跟他講的 他在看什麼1.4億 1.2億 等等的房產的事情他有回應 可是他的回應方式他說我有否去看房子有啊 在什麼時候大約是最近的三四個月吧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看 那是因為那時三個小孩又同時跑到國外去了 關鍵來了 他說他感覺他的空潮期憂鬱症又要來了 所以呢 閑閑沒事走到附近看看房 這周有好多事要聊 有最後這句話我算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啊 有很多事要聊周末放假再說吧 所以我們又要再看樂樂等的一些話 或是他出來講 但好處是我周末大爆掛至少又有題材可以用了 讚 可是書議員我想請教一下你自己也說 他每一次透過臉書反反覆覆 一下講了這個一下又翻口供 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法盲的行為了 現在又去扯說 對他有看房子那又怎麼樣呢 或是幫兒子看婚房 又或是因為孩子跑去國外導致他的空潮期憂鬱症 又準備壓起來了 這個我先說剛剛不是投票有11%的人 覺得陳佩琪不會害死 因為我們小草還是有11%嘛 所以那11%還是堅信我們佩琪文哲 堅信他們兩個人說的話 一切都是真理 一切都是真實 陳佩琪跟柯文哲有一個特點 他們都有醫生的傲慢 他們的醫生傲慢 都覺得說我很聰明 所以我講的話 我都要想辦法 用更多的話 把他圓過去 柯文哲也是這樣 陳佩琪也是這樣 他為什麼每次都要寫漏漏的 他都用他自以為是的道理 覺得人家會相信 或者是覺得他會圓的過去 為什麼他今天又要寫這麼長 因為他在圓一件事情 就是這兩天大家在質疑的是 你為什麼有那麼多錢 可以去買1.2億的房子 還有你兒子其實已經有房了 你為什麼又要拿 就是說要幫你兒子買房 為了要Push他結婚 他在圓這件事情 但是他就要寫得好像很平淡 很平鋪直樹 很小品文的方式來寫這件事情 可是他不知道多說多錯 我覺得陳佩琪或許 醫師退休以後可以去當作家 但是這在這個法律上來說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 律師會教你少說少錯 你不想說的事你就說不記得 不知道 我忘了 不用自作聰明 醫師 像他們這種 比較自視甚高的醫師 其實都會覺得說 我很聰明 我一定會講 我會講得出很多理由 把大家糊弄過去 大家今天這一篇又有幾個 這個 這個破綻 大家記得 那天他被堵麥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是否認他有看房子 他只承認說 我到立法院那邊是去逛街 但因為我以前在台大法學院 台大法學院就在立法院旁邊 我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那邊逛什麼 我們那邊是哪裡有什麼街可以逛 你知道嗎 那你的生活機能齊差 連吃飯都只有 幾家小吃店跟減餐店而已 我們都要騎到火車站前 才有所謂的街可以逛 我說我不知道說 立法院那邊 我們知道是抗爭的地方 我倒不知道有街可以逛 那直到記者問說 不是啊 剛剛柯主席說 對你有看房子 他才在那邊 又把兒子推出來 我覺得當他們 我覺得父母要從政可以 可是你千萬不要像吳淑貞一樣 最後連累到兒子 你看陳志忠 當年如果他媽媽 不要叫他去洗錢 不要叫他去 曼哈頓買房子的話 其實陳志忠 說不定現在還是高雄市議員 真的不要害小孩 陳佩琪動不動就把小孩子推出來 他小孩子是不會出來辯駁 這個回嘴媽媽 可是我覺得這樣對兒子是不公平的 他就把兒子推出來說 我兒子快要30歲了 我希望他結婚 所以到處去看房子 然後接著 就被人家質疑兩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三件事情 第二個 第一個是 你兒子還在念書 你幫他買房子 你是要全額幫他付嗎 你兒子 如果貸款的話 未來他怎麼負擔那個房貸 一億多的房子 第二個 你兒子已經有房子了 他要結婚是要多少的房子 才能結婚 要買到上億的房子 才能結婚 這不是上市公司的二代 這個含著金康祠出身的 豪門世家才會幹的事嗎 某某金控二代要結婚之前 那個怎麼董 總裁就會幫他兒子準備了新房 就是上億的新房 這不是真心營在做的事情嗎 結果你吳淑貞 不是陳佩 我覺得他太像吳淑貞了 對不起 結果陳佩琪也想要 當一把豪門太太的影嗎 第三個 就很多財經專家就開始講說 現在央行正在打房之中 房貸都有限縮令 如果你要買到112的豪宅的話 你起碼要自備款 5000到6000萬左右 你要準備4成到5成 尤其是他小孩現在沒有工作 然後 這個柯文哲退休 陳佩琪又即將退休 銀行是會看薪資收入的 因為他要看你還款能力 所以這幾天 這個媒體 政論都在質疑這個題目 就是難道你家現金滿滿嗎 又要開公司 又要買豪宅 是要去去化現金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都在這幾個月 忙著做這些事 都是空巢期嗎 所以要忙著 開公司跟買看房子 所以他今天寫這邊又要解釋說 沒有啦我們是要換房 他要去解釋 他的財力哪裡來的 那換房就解釋的過去了 為什麼換房就是我們要先把我們家那六七千萬的豪宅 去換一億多的房子 那又不對啦 那你之前不是說你是要買給你小孩的嗎 還是你之後打算這個婆媳都要住在一起 那我覺得應該更找不到女朋友吧 現在的人 誰要跟婆媳住在一起 所以他現在寫這一篇 又是要去解釋說 那你的頭期款哪裡來的 他下去圓這個謊 他下去圓這個謊 然後還說什麼扯到林夷街 是記者會迷路 是哪一個記者在台北市會迷路啦 就算林夷街是個八卦圖好了 也不會迷路好不好 你以為是諸葛亮佈正嗎 所以其實都在瞎扯 而且如果大家記得他之前 還說 他當醫生很忙碌 每天有很多雜事 那你所以你到底是 太閒沒事做 還是 太忙很多雜事呢 畢竟你也還沒有退休嘛 所以 通常空巢期 空巢期應該是在家裡沒事做的吧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陳佩琪每一次講的話 都跟前面的話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跟柯文哲又不套 然後他又不管自己臉書前面寫什麼 所以每一次講的話都不一樣 然後不一樣以後 又要他的這個姐妹 閨蜜 陳智涵幫他出來罵人 今天陳智涵又出來罵我說 反正又暗示說他要罷免我 那個記者就來跟我講 我就說好不罷是小狗 就來跟我講說 人家不可以貸款嗎 陳佩琪不可以貸款嗎 難道你有所謂是捧著現金 去買房子嗎 是啊 買房子可以貸款啊 但你還是要捧著現金啊 難道你陳佩琪是全額貸嗎 難道人家建商是全額貸給你陳佩琪嗎 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那就是順房囉 那事情更大條囉 現在央行的打房令下 誰給你敢給你全額貸啊 不用自備款就可以有一個房子啊 對不對 什麼叫做說 人家陳佩琪 不可以貸款嗎 可以啊 陳佩琪如果買豪宅可以貸到八成九成 那都是有可能是特權貸款 我告訴你 對 對啊 現在你知不知道很多人買房貸 買房子貸不到房貸 因為現在央行限縮房貸 各家銀行的房貸 都是有額度有扣打的 尤其是央行現在不希望炒作豪宅 所以為什麼 這個 陳自然會認為說 買豪宅不需要滿滿的現金呢 當然需要滿滿的現金啊 現在有錢人買豪宅 都是拿現金在交易的 因為銀行不貸了 或是貸款的乘數是很低的 可是為什麼豪宅的錢 還是降不下來 你去問仲介就知道 仲介跟我講說豪宅的錢 降不下來啦 為什麼 有錢人都是拿cash在買的 所以銀行再怎麼限縮房貸 都打不到有錢人買房 所以怎樣 那現在是怎樣 到底佩琪買房子需不需要現金 你陳志涵告訴我 陳佩琪買房到底需不需要現金 他到底需不需要滿滿的現金 還是他有能力高層數的貸款 他跟哪一家銀行貸款 或是哪一個建商給他高層數的貸款 報給我們聽一下 報給我們聽一下 第二個 他一開始說 他只是東看西看蝦看 他現在又承認他是有找仲介看 大家知道你找仲介看就是認真看 不然你就是在 給人家仲介爭笑 仲介也是很辛苦 對啊 仲介也是很辛苦 大熱天要騎著機車 你是可以坐計程車 人家是要騎著機車帶看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有看過房子的人 就會知道你找仲介 仲介第一句話 我也問你說 請問一下陳醫師 你看房子的預算 大概是要看多少錢的房子 他不會帶你瞎看的 他不會說 明明你要買2000萬 我帶你看2億的 那永遠不會成交的 仲介一定會問 請問一下你要買電梯的還是公寓的 你要買大概幾年的房子 坪數大概需要多少 大概預算是多少 一定是這樣啊 仲介怎麼會做 沒這個 沒差工咧對不對 所以 這個預算合度跟仲介帶看的房子 一定是 佩琪姐跟 仲介講說 我要看 這個 80幾平的 70幾平的 我要看 多少錢的 我預算範圍我可以承受1億多的 一定是佩琪跟仲介講的 仲介才會 瞄準這個範圍 帶你看的兩三家 大概都是這個價位的 否則的話 你的價位 到仲介要怎麼帶你看 難道一下子帶你看3000萬 一下子帶你看1億嗎 不可能嘛 那你今天被爆料 大概都是這個價位的啊 都是上億以上的嘛 代表你的目標 就是瞄準 上億以上的房子啊 所以你手頭 而且仲介也會告訴你說 現在央行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你買這個房子 大概要準備多少頭期款 這個仲介都會跟你講的 一清二楚的 除非你找的是普隆孔 沒有證照的仲介 我想應該不會是 陳佩琪對錢是非常精明的 大家應該還記得 當 外界質疑 柯文哲當年在台大 那個什麼 什麼 MG1490 MG1490賬戶的時候 還有質疑他兒子那個房子 是怎麼來的時候 陳佩琪都可以馬上貼出一堆單據 出來說 我們是合法的逐年贈語 然後我們這個所有的單據都在這裡 我告訴大家 陳佩琪對於 帳戶的精明程度 遠高於黃珊珊 這個就是這次 柯文哲進辦的財務沒有交給陳佩琪 一個很大的錯誤 否則陳佩琪可能又會把貼一堆單據出來 不會像黃珊珊 兩次記者會開完 都拿什麼20塊40塊的 什麼轉帳費這樣出來 然後就這樣無疾而終 陳佩琪對於 帳之精明 真的是 閒內住一個 他跟吳淑貞一樣 是 對錢這件事情 是算盤打得非常精的 所以他不會去做那個 沒事的 就我們在那邊 瞎看房子 然後沒有算好自己 的財務能力在哪裡 我們看他過去幫 柯文哲處理那些帳戶 柯文哲為什麼財務都是交給 他管 他處理得非常非常清楚 鄭余稅什麼稅 他國稅局之下 我從來都不知道說 原來我給小孩子的 錢我還要去國稅局開證明 一般人都不知道 是佩琪教了我這一課 雖然我沒有小孩 但我才知道說 原來鄭余的額度是這樣 然後要去國稅局開這個證明 以後等於我要選市長的時候 有人質疑我可以出事 所以我告訴大家 陳佩琪是他們家 這個柯家 柯媽媽跟這個柯太太 都是他們家管錢的 是非常精明的 所以不要再 陳佩琪不要再去 拗了 真的 你少講話 就是幫柯文哲 最大的忙 我要推薦給大家 一項新產品 是我 非常喜歡的 在最近中天 推出的新品牌 如會保濕 舒緩凝膠 它擦了之後呢 除了可以緩解 日曬之後的不適 最重要是可以作為 日常的肌膚保養 所以你只要看完 接下來影片之後 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會保濕 舒緩凝膠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 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 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 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 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w Your Care newt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